好 国际的焦点要告诉大家 是全球社群平台Twitter 在台湾时间今天传出了大当机的状况 目前大量的用户都没有办法登入 荧幕上只会出现您现在所看到的 回报错误讯息的画面 好 根据通报网站故障的追踪网站 所公布的数据 截至台湾时间上午的7点40分为止 总共有上万名的用户报告 Twitter网站当机的消息 好 不过目前官方还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国台办在昨天更新了官网的资料 这回主任大换血 先前的刘洁一卸任 并且是由现年67岁的宋涛来接榜 好 宋涛比前任的刘洁一大了两岁 超过大陆的官场正部级年龄的门槛 而且他也没有列入中共20届中央委员 这些都已经打破了大陆官场的惯例 宋涛的履历蛮漂亮的 不但曾经在大陆的外交部 担任过省委书记 党委员 外交部副部长等等 同时他也是经济学的博士 至于在2015年担任的是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时候 主要负责党政外交 多次以习近平特使的身份 出访北韩 越南 古巴等等 其中呢 光诗汉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就曾经有三度毁灭 大陆松绑防疫限制之后 现在出入境的防疫规定 是大幅放松的 但是包含了美国 日本还有台湾宣布 对于中国大陆入境的旅客 要实施强制筛减措施 不过根据最新消息指出 澳洲还有纽西兰都已经说了 他们并不会跟进 我们继续保持住 我们继续保持住 在中国和其他地方 在中国的地方 我们继续保持住 我们继续保持住 保持住的医疗 保持住 保持住的医疗 保持住 没有改变 在这段时间的情况 但我们继续保持住 保持住 我们继续保持住 保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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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澳洲 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说 虽然有些国家要求对大陆的旅客 采取强制的新冠检测 不过澳洲在允许大陆旅客入境的规范上 不会做出更动 澳洲关心的是新冠疫情对于全球的冲击 至于纽西兰显然跟澳洲还有德国的态度是一致 没有对从大陆入境的旅客 恢复实施新冠病毒检测的计划 拉美国家秘鲁在当地时间的28号 举行一年一度的传统仪式 同时也针对全球的情势做出预言 主持仪式的乌师说 俄乌两国会在明年8月份之前签署和平协议 在秘鲁首都立马市郊山区举行的这场仪式 乌师摆出了俄乌斯总统普丁还有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的照片来做法 乌师预测俄乌战争在明年8月份之前 就会签署和平协议 但是北美洲在明年可能会发生强烈的地震 而且应该会是在美国 同时他对于巴西的足球传奇比利 乌师则是预言 比利很有可能敌不过并魔去世 但是这项传统仪式的目的 是希望能够激发来年的正能量 南韩总统在28号公布最终版本的 印太战略报告 这当中提到了中国大陆是南韩的重要伙伴 并且指称将会跟大陆在相互尊重 互惠的基础上 共同培养更成熟稳定的合作关系 外媒因此分析了 这份报告显示南韩希望 在大陆跟美国之间取得一个微妙的平衡 不过北韩也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全体大会 金正恩同时在会中重申立场 金正恩同时在会中重申立场 金正恩总统在会中重申立场 金正恩总统在会中重申立场 今年不断试射飞弹的北韩被传出 将要进行第七次的核试验 今后北韩的核武还有军事发展 也成为南韩所要面临的最大课题